欲自立門戶做假仗吞錢 三員工殺泰山 錢莊大恨 挖土機全面開挖 失蹤近三個月的失信老闆 屍骨才得以見天 回到現場模擬 共犯江場郡事後也坦承 A錢被老闆發現 進而殺人 多年不見阿公一回來 竟是為了埋屍 主賢陳天賜和江場郡唐士豪 都是失信錢莊老闆的員工 三人半年前密謀自立門戶 資金不夠就從平日收款 做假賬開始 前後侵占公款200萬 直包不住火 失信老闆約談他們 三賢知道無法辯駁 帶著西瓜刀水果刀將人砍死 屍體塞進行李箱 連夜開了67公里 焚尸碎骨 三賢第一時間態度冷漠 事後才坦承犯行 不甘願做人家小喊 想自立門戶賺更多錢 用錯方法 痛痛羈押